欢迎来到3.1课程单元 如何找出你的受众市场 我看到很多人时常犯了一个大错误 在他们的Facebook广告 就是他们并没有正确的找出定位受众 找出自己的受众市场 那要如何在Facebook 找出对我们的产品有兴趣的群众呢? 首先你要自己很清楚的知道 你的产品或服务是target什么样的群众 在这里我提供你这四个format 我称它为受众市大法 你跟着这个受众市大法先做出一个清单 之后你就更清楚的知道 你的群众应该找怎样类型的 这个方法是给那些老板 可能还不是那么清楚 自己的受众到底是哪些用户 记得你能够分析处越细越好 对你之后寻找Facebook的target audience 会很有用 第一个方法 人群标签 明确目标人群的基本特征 如性别、年龄、地区、教育水平、职业、收入状况、婚姻状况等 这些内容决定了人群的消费水平 以及他们对商品价格的敏感度 第二个方法 人群喜好 明确目标人群的兴趣爱好 他们喜欢做什么 喜欢在哪里购买商品 一般上用哪些网站 用哪些app 第三个方法 带满足需求 我们的商品或品牌 能够解决目标人群的哪些需求 比如一款像素更高的手机 需满足了用户 想要拍出更清晰照片的需求 第四个方法 与你的品类关系 这些人通常使用和购买 这类商品的频率是有多少次 或者没有购买过 好 这里我想带出一个车的例子 看你们能不能作为一个参考 我拿M品牌的车作为例子 其中今天我想推广 最新一款SUV新车 车价大概45到50万之间的 那么我的群众大概是这样 人群标签 男性居多 年龄介于40到55 事业有成的老板 或者公司的高层 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人群喜好 平时喜欢打Golf 休闲时间看财经新闻 关注理财 汽车资讯 政治 地产投资等 或者喜欢看商业书籍 带满足需求 价格绝对不是他们考虑的因素 车的性能才是重点 与你的品类关系 一直关注同类SUV 对各大品牌SUV都很了解 或者它从来都没有购买过 好 现在你已经有了一个 你的群众市场标签 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去Facebook Audience Insight 去找出你理想的Target Audience 首先你先进去你的Ex Manager 在这里呢 点击左边九个点 那个Business Tool 看到 Audience seqлеq这个 或者 scroll down到下面 看到 Audience Insight click这里也是可以进到去 也或者你也可以直接seq audience insight 就可以了 那进到去之后 直接点Everyone on Facebook 这里就是Facebook有Data Insight Tool 你可以用location 年龄 interest keyword 语言 找出你想要target的群众 OK 根据刚才汽车的案列 我们就尝试找出 刚才我所设定的选项 是不是真的符合我们想要找的群众 首先location 我们是选全码location 如果你只是targetKL区 只是放KL zoho区就放zoho 根据你自己业务要target的地方 年龄我们就放 40到55岁 那gender刚才我们试说 是说男性居多对吗 那我暂时不选 来看一下是不是男性为多 语言我就只想target英文的群众 至于interest keyword 我这里直接放 compact sport utility vehicle 那首先我们就看到 80%男性喜欢SUV So这就代表说 我们的target应该就与男性就好 年龄呢 45到54更加偏高 有60% 如果你往下看一下他们的关系 结了婚的群众接近89% 都喜欢SUV 因为结婚后你有孩子 既然代步用比较大量和比较稳的SUV 也是合理的 那接下来主要就是看patchlight 这里的patchlight代表这群众 他们赖过什么其他patch 看到吗 全部都是汽车的patch 也有正式的patch 然后eco world地产的对吗 所以这个keyword非常适合我们用 那这个compact sport utility vehicle 就是我会用在投放广告重要keyword了 因为我们所要找的收众市场 已经根据我们自己所做的收众次大法 非常接近 所以记得 在你还没去找你的Facebook audience insight 你就先写出你的收众次场是谁 这样你就能够更容易的找出你真正的收众次场 好的 这个单元就到这里 我会在下一个单元 叫你怎样区别哪些interestkeyword 是属于intentioninterest还是infointerest 我们下个单元见